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米之森 今天呢我要來開的是 我後面的這邊 說買的東西 以及我在日本買了非常多 非常多的人樓 那我們今天來看看 我到底在日本買了多少人樓 回來囉 我們先從最小最喜歡 這一次在日本買到 算是蠻開心的 是這個小小盒的 那這個小小盒的呢 它是有主題 是卡通的 這個是小紅毛跟蛋野狼的組合 把它點音打開 噔噔噔噔噔噔 打開完喔是這個樣子 不過呢 後面大野狼還有尾巴 小紅帽跟大野狼 不過呢這種組合呢 他們人樓的手腳並不能移動 不過很可愛 接著是我很期待的 狐狸家族 我買到了全家人 兩個寶寶 狐狸加四孔 爸爸媽媽跟小朋友 然後還有兩個寶寶 左邊是女生 右邊是男生 平常呢 我們初級玩偶都知道說 我們都會想有個漂亮的展示櫃可以展示 可是我養貓 所以呢如果是一些玻璃材質 我就會擔心貓會去摔壞它 上次呢我去了五億兩品 我發現了這個東西 我想來試試看 這個亞克力的展示盒 到底可不可以展示我最新愛的森林家族呢 一起來打開它吧 打開之後呢 我們會看到它這裡有一格一格的 然後它是壓克力 所以重量上還好 再來後面呢是霧面的 所以後面這應該是可以抽起來 然後放入 皮西奈的公仔 所以它霧面的一面呢 跟正面的都可以抽開 我們把它放進去囉 試試看一下 森林家族的娃娃能不能放進去 米娜 你想要做什麼 這個不是你的玩具 米卡 米卡你在照鏡子 是嗎 我剛剛發現啊 如果是從亮面這邊往上拉的時候 有可能會造成這一面的接觸到其他壓克力會滿融有關 所以如果你想取出來放的話 建議呢還是拉開霧面的那一層來擺放 他一定練 耳朵的部分進不去 卡住了 狐狸家族 以及這次去日本特地找的黑貓家族 這裡是爸爸跟媽媽 下面呢是他的三個小朋友 還有 這是聖誕姐姐 護士 這兩個是學生 可愛的小鹿寶寶 一整排的可愛寶寶 這個是睡覺的 再來就是趴著 趴著 坐著 趴著 其中呢最特別的是這個 這個是桃子寶寶 通常呢就是你在Outlet買 大概一千塊日幣有一點 他有時候 就是會有點 數假被送的活動之類的 你去Outlet買的時候 記得跟店員 要擠點卡喔 桃子兔寶寶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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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耶耶我的人肉展示櫃完成了 我這次去日本啦 因為剛好是他們 2017年的新商品 所以呢他的Outlet裡面呢 都有像這樣子的目錄 可以讓你去拿 如果你有機會去日本不要忘了 一定要拿回家喔 好可愛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給我個喜歡 如果還沒有追蹤我 請你訂閱我的頻道囉 那我們下次見